堕胎禁令是美国目前炙手可热的议题 而且在这个话题上面 两极分化的情况极其的严重 保守派的州不断的出台法案 缩紧堕胎政策 俄克拉荷马州的立法机关 在上个礼拜四批准了一项法案 这个法案堪称全美最严格的禁止堕胎法 这个法案不再像其他的保守派州一样说 我们六周以后不可以堕胎 15周以后不可以堕胎 这个法案他最与众不同的就是 他承认当受精卵产生的那一刻 一个生命就开始了 所以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开始 就禁止堕胎 在这个法案里面有几个例外 一个是如果威胁到了母亲的生命 或者是由强奸乱伦 这样的情况导致的怀孕是允许堕胎的 除此之外一律不许 那这个法案呢 现在已经走到了最后的阶段 正在等待州长Kevin Stitt签字 一旦签字 法案即刻生效 噢 作词 代空 找法案 Bern 感谢观看